你好,欢迎到AI学长的频道,我是小林 今天呢,成绩已久的Astropic再次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发布了两项重磅的更新 推出了自动控制电脑的功能 以及全新的Cloud 3.5模型 再一次更新了大模型领域的能力边界 尤其是电脑控制功能 算得上是AI应用的一个重大创新 开辟了全新的交互方式 意味着AI能够直接操作电脑 自动执行各种任务 从简单的文件操作到复杂的数据分析都可以实现 会大幅提高AI辅助人类的工作效率和范围 OK,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演示 这个呢,就是Cloud的控制电脑功能的一个演示Demo 官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本地部署版本 它是基于沙盒环境 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Dock去部署它 基本上也是等于一键部署 待会演示完效果以后呢,我会讲一下如何部署 然后因为它是基于这个Dock容器部署的 所以基本上和我们电脑的环境操作系统 也是隔离开的 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个安全问题 那部署完以后呢,这个就是它的界面 左边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和Cloud的对话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给它发送指令 那么右边的话就是模拟电脑的操作窗口 并且在这里面已经安装了几个应用 像经常会用到的浏览器啊,还有表格啊,终端啊,PDF啊,计算器啊等等 在这里面都已经安装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对话的方式 让Cloud控制这台电脑自动去完成一些任务 我们先从简单的再到复杂的 第一个呢,我们先问一下它这个桌面上有哪些应用 看一下它的一个运行流程是什么样的 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截屏的方式 因为Cloud3.5说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多模态模型 通过不断的去截屏,一帧一帧的去截屏 然后分析电脑上有哪些操作 再根据这个识别的结果 比如说你要执行某一个操作 你要打开计算器 它会控制鼠标的X轴和Y轴移到这个位置 并且控制鼠标的点击操作 其实和我们人为去操作电脑上没有太多区别 只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视觉 通过眼睛去判断这个按钮在哪里 通过手去控制这个位置 然后执行这个点击的动作 好,第一个操作呢已经完成了 它通过一个截屏的动作 分析了当前这个显示屏幕上有这些应用 第一个呢是电子表格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这个终端指令 第三个的话是火狐浏览器 第四个的话是一个图片编辑软件 第五的话是PDF阅读器 第六个是文本编辑器 第七个是计算器 接下来呢我们让它打开计算器 并且计算一加二等于多少 首先呢是通过截屏操作 去判断这个计算器的操作在哪里 然后是把鼠标移动到这个对应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X轴和Y轴 接下来呢是通过点击鼠标左键 好,然后是截屏 判断一的位置在哪里 再判断这个加号键 再判断这个2在哪里 通过这个点击操作返回结果 OK,截屏得到这个数字3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完成一个复杂点的任务 我们要求打开苹果官网查询iPhone16的价格 那这个呢就要通过打开浏览器 然后进入苹果的官网 并且这个网址呢我也没有告诉他 看他是通过搜索的方式进入 还是通过这个域名的方式进入 好,现在呢浏览器已经打开了 接下来呢是把这个鼠标移入到输入框的位置 他是直接输入苹果的官网 好,现在结果出来了 我必须告诉你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预期的iPhone16 Pro营销图片 但是这款手机尚未发布 这个可能是Cloud 3.5 他训练知识库的原因 他的截止时间是到7月份 但是这个16Pro16 他是在2014年的9月份发布 所以他以为这款手机还没有发布 就终止了这个任务啊 但是他提了一个建议啊 就是目前市面上最新的苹果手机是15系列 问问我们想不想要了解这个15的价格 OK 那我们就让他去查询一下这个15的价格 看能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首先呢 那他是在导航条找到iPhone15 然后移动鼠标去点击 进入这个苹果产品的选择界面 然后通过截屏分析哪个是iPhone15的图标 去移动鼠标去点击 对应的话是进入到这个iPhone15的界面 OK 然后进行截图 进入这个产品闲情页 截图分析它的价格 OK 最终得到这个结果 iPhone15标准版它的结果呢 是699美金 对应的就是这个位置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是支持分期付款 也就是29.12美金每个月 总共是分24个月付款 它的屏幕呢 是6.1英寸显示屏 对应的就是这个数值 然后下面的话 还有iPhone15Pro的价格 包括呢 还有苹果的一些优惠政策 都是这个界面里面的一些信息 这个任务完成也是没有问题的 但其实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 它这个速度还是挺慢的 因为它是通过一屏一屏的截图 然后一帧一帧的去分析 去控制这个鼠标的操作 可想要知其实这个背后还是挺费Token的 待会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的消耗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就是让它打开一张一个上表格 并且设计一张表格里面有这几个字段 分别是序号 商品名 描述价格以及日期 看一下它能不能完成 最终的结果呢 是只完成了一步 它就告诉我 已经是超出我单日的这个API请求上线了 前前后后 我今天包括试完以及这个视频的演示呢 加起来可能不超过十个案例 但是都超过今天的这个API请求上线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它的价格 我在演示之前呢 今天总共是花费了1.9美元 大概是试完了五六个案例 花了两美金左右 那么在视频当中呢 应该是演示了三个案例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消耗是多少 OK 达到3.5美金 也就是刚才的三个案例 总共是消耗了1.5美金 平均到每个案例的话 可能要消耗 0.5美金 包括在这边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所消耗的token 是达到了109万个token 所以它还是非常的消耗这个token的收入这么多 输出这么多 贵是真的贵 但是这个玩也是确实非常好玩 演示的两个案例都成功了 那么第三个案例的话 是被这个token限制了 但是在之前我自己试完的过程当中 它是完成了这个任务的哈 新建立这样表格 并且这些序号呢 也是正确填写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能力还是不错的哈 作为一个初级玩家 基本上一些简单的任务都能完成 而且就算过程当中碰到问题 它也会自动的去寻求这个解决方案 需要安装什么样插件 或者说要变更什么样的环境哈 它是滴滴去却能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自动去完成这些操作 可以说这个产品还是非常的未来可期的哈 那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的确是太贵了 当下来说呢 它的一个象征性 也是大于它实际能执行的动作 它实际能创造的价值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演示一下部署哈 首先呢 我们去下载Dock 进入Dock的官网 然后去下载对应你电脑的版本哈 苹果电脑 Windows电脑 或者说这个Linux的操作系统都是可以的 那么下载完成以后呢Dock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面 安装完Dock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部署了哈 在GitHub上面呢 它是提供了这个部署的流程 就两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要注册一个 Anslopica的API Key 那么关于这个API Key的注册方式哈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 可以看我频道里面的这期视频 超越GPT4如何在国内安全使用Color3远离封号返导 这期视频里面讲了如何去注册这个Cloud的API账户 以及如何去申请这个API Key 那么申请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这个部署的代码指令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哈 就是如果你是通过Windows 像我们现在Win10 Win11 它都是通过Poloshar去运行了 所以这个代码呢 要稍微改一下就是把这个反斜杠的换航符 改成这个反冒号的换航符 这些代码呢 我会放到视频笔记里面哈 也可以直接去复制 唯独就是这一行哈 需要改成刚才申请的API Key 完事我们回车执行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呢 它需要下载这个项目的包哈 并且还有一些依赖 可能需要等待个几分钟 好 这样的话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按住Contry键 点击这个Loghost的8080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控制电脑的demo啊 接下来呢 只要在这里输入指令 那么Cloud会自动控制电脑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除此以外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界面还有一些设置 首先是左上角 它这边是可以选择这个模型的提供杉案 是通过官方揭露 还是通过这个亚马逊去揭露哈 这边默认的模型呢 就是3.5sunnet 并且是10月22号这个版本 然后在这里啊也可以输入API key啊 或者说你要更改API key 在这里也是可以的 呃这个呢是最大发送图片的次数啊 总共是10次也可以去更改 如果你的任务比较复杂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次数改多一点 接下来呢是系统提示池啊 这些都已经是默认设置好的 然后右上角呢也有几个操作 如果任务执行失败啊 通过这个按钮呢 rerun我们是可以重新去执行的 然后这边呢是可以执行录屏操作的 那么在这个电脑界面呢 它是可以控制啊 这个电脑的鼠标是指读 还是说我们人为也可以去操作 比如说你把它勾选上 那么我们只会让cloud去控制这台电脑的运行 正常来说我们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让它指读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demo的界面 以及它部署的一个教程 想体验的小伙伴呢 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好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过一下官方的这次其他更新哈 除了这个电脑控制功能 那它还推出了啊最新版的 全新版的cloud 3.5 show net 还有的话就是cloud 3.5 haiku 因为之前发布的话 它总共是发布了三个版本 分别的话是haiku show net 以及opos opos的话目前还没有发布 还要等待 那么新的show net版本呢 相较于之前的版本比起来 它在代码方面以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并且呢是当前这个领域的shota水平 然后haiku版本呢和之前它最大的模型 也就是cloud 3 oppos来说 它的性能和它差不多 但是价格呢比它便宜非常非常的多 并且呢速度和上一代haiku的速度是相似的 也就是说成本没有变速度变快 而且这个性能也变强了 接下来是这个计算机控制功能 这个刚才我们已经演示过了 就是它可以像人类一样去使用计算机 通过截屏查看屏幕移动鼠标 然后点击这个鼠标 并且可以输入文本 实行在一些自定义的操作 帮我们自动去完成任务 但是当前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实验性的版本 实际在演示过程当中 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表现的结果并没有那么好 而且容易出错 但是后续呢也会开速的改进啊 来增强这个功能的一个实际使用效果 接下来是关于cloud 3.5soulnet的使用 现在呢已经是向所有用户开放了 包括其实免费用户啊 现在也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我这个账户呢 它就是一个免费账户 在soulnet后面加了一个neu的标识 这一点呢cloud还是非常良心的啊 一视同仁 虽然是有次数上的限制 但至少可以让免费用户可以去尝试去使用 那除此以外呢 还可以在这个亚马逊的bedlock里面 以及谷歌的cloud里面啊 去使用这个最新的3.5soulnet的版本 那么关于3.5soulnet呢 会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发布 然后我记得 嗨库版本呢 它目前还是一个单模态模型啊 并不是多模态啊 可能后续的话也会改进啊 去增加多模态的能力 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基准测试啊 这个其实没有太多讲的 就是和当下最主流前沿的一些模型 DT的模型去做一些对比 分别是在这个研究生级别的 然后这边是大学生级别的 这边是代码能力 这边是数学能力 然后这边是高中生级别的一些问题 然后这边是视觉的 这个是代码agenton的能力 以及工具使用agenton的能力上的一个测试 Color 3.5soulnet的新版本 在这些项目当中呢 就只有一个啊 是低于gemini 1.5的 也就是数学能力上 其他方面的表现呢 都比这些模型更好啊 得分更高啊 基本上也就是当下最厉害的模型 甚至比这个O1啊 它的能力表现还好 然后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统计啊 就是当下challigbt 还有这个cloud的一个使用统计图 啊统计图是说呢 普通用户更喜欢使用challigbt 而开发者呢 则是更喜欢用cloud 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包括像我们前段时间 大家非常火的啊 追捧的这个culture啊 它用的也是Color 3.5soulnet 特别是在编码能力这一块啊 绝对是大家公认效果最好的 这也就是其他工具 如果是代码这一类的啊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culture 3.5的原因 好 然后接下来呢 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hiku版本啊 主要是主打一个经济实惠速度快啊 性价比比较高啊 同样的话和其他模型去做了一些对比啊 这个大家感兴趣 可以到这个官方博客上自己去了解一下 然后关于今天视频当中用到的这些代码部署方式 以及这些链接的资源啊 我会放到视频笔记里面 整体来说给我自己的感觉啊 说罗皮克这家公司呢 它是属于人狠话不多 每次发布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模型啊 没有太多的这个营销或者造势啊 这个和open eye还是差距很大的啊 简直就是有天狼之别 冷不丁的就放出新产品新模型 像这次自动控制电脑的中共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炸裂的 虽然说目前功能的使用上啊 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但是开创了这种新的交互方式 这种新的使用场景 我觉得像其他的大模型产商啊 可能也会快速的跟进 那么说这个行业呢 这个应用场景这种使用方式呢 它就会发展的更快 特别是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 如果真的是可以通过这个控制电脑 自动去完成一些任务 而且它的交互如此简单 我们只要给它输入指令 它就自动帮我们把一切任务都完成了 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办公人员 梦寐以求的功能 而且它有别于工作流的方式啊 它只能适配对应的节点 官方提供了哪些节点 我们就只能用这些功能啊 通过这种方式呢 它更像是用RPA的方式啊 就是模拟人类的点击键盘的输入啊 它的通用性 它的适配性会很强 那么自然而然能完成的任务 也更多 想象空间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么核心的关键 还是在于成本和速度啊 那最终能帮我们创造的这个价值 能否形成一个正向的ROI 如果是OK的话 那我觉得是可以大批量 去使用这个工具的 好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不妨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都会为大家带来 最新最实用的AI应用技巧 那如果你想支持我的创作 想学习更多的AI应用和落地场景 或者遇到问题不知从何下手 希望得到帮助 那么可以加入我的课程 现在GPT是站指南创新应用与性能提升 课程包含了40节我精心设计的内容 诸如用GPT做微信客服 搭电信息批量收集 改编群发机器人 直播实施AI换脸 根据自身的工作需求 定制AI智能体 以及AI工作流等告诫玩法 此外会员还有专门的交流群 可以获得问题答疑 精品AI工具推荐 群员互动等特权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视频简介当中找到报名方式 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